心律不诊是心脏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 尤其中老年人最为常见 而最近有一种先进的医疗技术 射频 消融 可以一次性治愈心律不诊 下面一起了解 心律不齐的症状是头晕 乏力 胸闷 气短 胸口疼 容易导致血栓和中风 传统上采取药物治疗的方式 但成效不大 最有效的药物也就能够达到40%到45% 这是最最最乐观的说法了 那么而且它有很多副作用 而最近研究的射频消融技术 是由电心理专科医师来实施的 一种无需开刀的微创手术 是一种低风险的治疗心律不齐的医疗技术 可以完全治愈心律不齐 很简单的没有切口 其实是一个扎针的方法 然后通过扎针之后 把导管放在心脏里面 然后在心脏里面 找到病灶 把病灶消除掉 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之后 导管也拿出来 也没有针 所以你没有什么窗口 尽管全美大型医院 已经开始启用 射频消融技术治疗心律不齐 但在南加华人聚集地区 还是首次引进该技术 因为这个手术 以前都是从大的医院才可以做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带到来 外人的地方 应该可以帮更多的病人 医师还指出 尽管射频消融技术可以有效 致力心律不齐 但是对于心律不齐晚期的患者 却并不适用 因此建议民众尽早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 以免错过彻底治愈的时间 如果民众希望了解 有关心脏疾病和该项新技术的具体内容 人爱医疗集团将在10月13日和11月10日 举办两场相关专题中英文免费讲座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致电查询详情 落成18台 Montree Park采访报道 Montree Park采访报道